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五年幾個 這麼快 2020 年又過了 而見到這麼多關卡遊戲 就一定是一年一度的 美國十大最喜歡的赤油 這次是做2020 年 首先都是同樣 先戴上頭盔 有些遊戲我沒有玩過 我就不會放進排名裏 不代表遊戲不好的 好 事不宜遲 馬上說一下 美國我2020 年最喜歡玩的關卡遊戲是甚麼 第十位是 Black Story 黑故事集 這個遊戲好像一個揭尾鼓的遊戲 裡面有50個不同的故事 每次都有一個MC 所有玩家可以問他一些是非題 他要回答是否 或者叫他重問一個問題 從而推考案情或事件怎樣發生 而他吸引之處就是 非常容易玩和非常容易懷戴 基本上如果中文版做了五年出過 我想它是一個最完美的房間遊戲 所以那些甚麼Ocam 露營 可能會有機會沒有網絡 又上不到網絡去找那些欠美鼓 但如果實體的話 我不敢說溝死女 起碼朋友覺得你有所準備的 有些誠意一起去露營 這就是 Black Story 了 第九位就是拉斯維加斯豪華版 這個版本其實跟以前的拉斯維加斯沒有分別 大家一起摘色 然後選一個數字 把所有色數放在相對的賭場裡面 End Game 的時候每個賭場鬥多色仔 這個遊戲是玩攬炒的 只要一個賭場裡面 大家的色仔的數量一樣 大家一起不得拿 例如我有兩顆 A 軍有兩顆 B 軍有一顆 在一號賭場 我就跟A 軍撞了 而B 軍有一顆 都叫贏了 我就可以贏到賭場最大的銀子 這個遊戲是不斷說服別人去攬炒 是一個很開心很熱鬧的Party 另外 今次的豪華版 都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就是當你去放某些色仔在特定賭場的時候 有些老虎機玩一下 有些博彩玩一下 令到那件事多了一個跑分的方法 而這個玩法 舊版是沒有的 而這個新版本 最多只可以去到5個人玩 而舊版可以去到8個 所以我只能放在第9位 而第8位 都是一隻Party Game 它在年尾 剛好說完美水出到的 就是心靈共感 心靈共感 其實是Domine的作者一起出的 亦都是玩心靈相通的東西 遊戲可以分兩隊玩 或者兩個玩家一起合作 首先由一個玩家做MC 他會掀開一個蓋子 然後看到那個答案的位置 就是程度 然後關上它之後 就會抄一張牌 而那張牌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左邊是凍 右邊是熱 而MC就要給隊員提示 就要猜那個程度 例如 如果答案是偏左邊冷一點 那個MC就可能會說 BANG 其他隊員 就要扭中間的Meter 紅色那條線 去到某個特定位置 他們決定好了 就開鼓 那條紅色的線碰到多少分呢 那隊就拿多少分 而分隊玩的時候 如果那隊人的Meter 那條紅線 放在白色的位置 那對面就會自動得1分 遊戲有得法拿9分 而合作模式 就是在玩特定的題目牌後 達到某個分數 就有個評價了 而這個遊戲 好玩在不是那個結果 是遊戲的過程中 你會問 咦?怎麼會冰呀? 明明Meter 也不在那裡追進 始終會有些人 會聯繫不到 因為各個都是不同的個體 有些人會覺得 冰可能是極度才會用冰 你可能用凍檸水行不行? 會不會混亂一些? 不會去到最盡 那個吵架的過程才是最好玩的 而不是那個結果 結果固然重要 但是中間大家會互相認識 我都見過一班人 就算很熟悉也好 玩完的遊戲也會發現 大家對某些東西的看法 原來都不同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遊戲 這個叫心靈共感 第七位 就是情書無限手套的中文版 情書其實出了很多不同系列 都是一樣玩法 但是不同畫風的東西 但是今次這個無限手套不同了 他除了像情書一樣 每次就是抽一張牌 打一張牌出來發動效果 今次的目標 不是去燃尼米尼對手 反而就是一位玩家 做Fanos 他自己會有特牌 而其餘的玩家 就是這個 Marvel的超級英雄 兩隊目標 都是需要燃尼米尼對手 但是大家今次有個血量在這裡 只要哪一方 血量去到0的時候 就是輸遊戲 同樣都是有些攻擊牌 例如猜對方的手牌是多少 又或者跟對方的手牌鬥大 而今次加了Marvel這個元素之後 這個無限手套 就是有一個特色在這裡 當Fanos的玩家打出 或者連手牌加起來 儲齊寶石的話 他會立即勝出 而玩家就要不斷攻擊他 令到他拿不齊寶石 又或者扣掉他的血才贏 Fanos玩家多了不同的選擇 而且很貼近Marvel裡面的故事 我玩下去 除了遊戲機制之外 我還會覺得 畫面也很舒服 整件事又很Smooth 融入了情書裡面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系列已經是情書裡面 那些變咒最好的一隻 所以我放到第七位 這就是情書無限手套 第六位 就是Fairy Pranker 中文名叫《精靈的惡作劇》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挺有趣的遊戲 大家不要讓它包裝騙到 它外面好像包到一本書 好像便宜價的玩具 但拿進去的時候 那個盒子真的超級優秀 首先那個盒子是一個實木的盒子 因為它製造一些 拋棄或拋棄的時候 有些大一點的聲效 所以它做的木 非常厚 非常漂亮 這個遊戲其實是一個聽聲的遊戲 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話 其實我有一篇 但不太聽到東西 但我也很享受到玩這個遊戲 老實說 我有一些朋友 直接不用聽 拿起手搖兩搖 他們就懂得玩的了 這個遊戲就是 其實玩家輪流 放一些東西在盒子裡 只要裡面有多過三件東西 玩家就可以決定 不放東西了 叫做仙子 他們就躲在桌子裡 拿走一些東西 然後叫大家輪流 猜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如果玩家猜到裡面還有東西 他就會得一分 而猜到先知手上的東西 才會得一分 遊戲也有一個策略性 玩家贏的條件 就是要用同一件物件 得到三分 又或者在六件不同的物件 各得一分才贏 因為這個 Endgame 條件 所以每次玩的時候 你都要考慮 究竟對手有沒有選過這個東西 如果對手有選過的話 可能你特地選擇 令他沒有那麼容易 拿到六件不同的分數 又或者自己欠一分就贏 就特地拿回那個Item 其他玩家都可以特地 放一些差不多樣的東西 然後混淆對方 例如你把一顆珍珠下去 那我覺得鑽石的顆 都很像那些聲音 那我把它放進去 混淆大家又可以 那是一個半Party半策略的聽聲遊戲 這個市面上真的 很少聽聲玩的Bot Game 我亦都在蘋果報紙訪問 也有說過 它是一些被時代拋棄的東西 難得出來聽聲 那大家可能支持一下 這就是Fairy Prank 第五位 就是Escape Room The Game 密室逃脫 它也是在年尾 剛剛好說到水尾出的遊戲 它本身英文版已經出了很久 近期就出了中文版 其實它跟很多密室逃脫差不多 它就是有些東西要解謎 然後就過關 而它的特色就是有一個計時器 那個計時器 是有時候會幫到你去解謎的 它就有不同的 unlock unlock有一個iPad 而它就有一個實體的計時器 而且你要加一些實體的鎖匙去解謎 而每次那個謎題 都是四個不同的數字組合 或者是英文組合 你要加上正確的鎖匙去 正正是因為它有實體的計時器 它有很多辦法 都可以透過實體的計時器去做 有很多配件可以加進去 它又不像這個exit 需要破壞那件事 當然啦 如果你自己買褲回去的話 你喜歡怎樣畫 一些東西都可以 相反的 如果你去到一些bloggen店裡 可能有機會你就要親著它玩 或者一些組件 可能會見到折騰 可能有機會提示了你 它有一個好處 跟unlock一樣 就是在特定的時候 它會給你提示 不會讓你卡住了 官方也會出一些公司的答案 例如PDF 讓你知道 究竟中間我錯過了些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撞到 也有機會撞中了 那是一個挺好的解謎遊戲 我也挺喜歡 因為它的自由度 其實大於unlock 但我又不需要擔心 我要破壞它的組件 所以我還不需要擔心 頭三集沒有 之後我未知道 我未玩過 但起碼頭三集 我覺得是值得玩的 除非你真的很厲害 每一集都肯定玩足60分鐘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escape room the game 好了 第四位就是北方世國 它是一隻策略遊戲 它給我的感覺 好像這個打機那樣 AOE 每個玩家都有自己的步驟 而大家都在同一個遊戲裡 拿最高的分數 但是A軍可能是 起屋比較厲害 可能起屋就得到分 B軍可能是出去打魚 才可以得到高分 C軍可能是 要派工人去工作 才可以得到高分 大家都有不同的特性 的時候 你就要了解到對方的特性 之後 就去卡住它 例如他喜歡生孩子 才可以做到事情 我先撐住你 又或者我是戰鬥民族 我專門打理建築物 令到你沒有行動 例如你派不到人出去 我拖慢了你得分的方法 從而自己又可以得分 這是好考玩家的 這個遊戲 節奏遊戲 而且它的組件非常精美 很瘋狂 而且它也要貼下現代Gamer的需要 有所有引擎 所有組件 而且卡槽 都可以設計到 可以進入卡套 你也能放進去 這遊戲 如果你是粉絲 你會很喜歡 如果你不是粉絲 我勸你玩多幾次 才評價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絕對不是運氣遊戲 這遊戲就是 北方帝國 到第三位 這遊戲就是 偵探 Paranormal Detective 我都很少可以擺放 Party Game 在第三位 但這遊戲不可以不提 這遊戲其實就像以前的 Sudo 玩家就需要猜 哪個是兇手 為何要殺死者 按法地點 手法和空氣 這是一個推理遊戲 但會由一個玩家做MC 那個就是死者 而其他玩家就是通靈師 透過通靈 找回剛才說的五個東西 而每次玩家問完一個問題 例如空氣在哪裡的時候 玩家就要打出一張牌 叫靈魂用特定的方法去搭他 例如用口形搭他 又或者用鐵線 挑一些東西給他看 有時候用通靈板串些字出來 叫鬼魂發出一些聲響 又或者在房間裡指示一些東西 最好笑的是什麼 靈魂可以拖著人家的手 畫一些東西出來 又或者在人家的背部 畫一些圖案出來 提示他 每次問完問題之後 就要猜到五個東西 只要誰最快猜到五個東西 就是贏家 那鬼魂也會和玩家一起勝利 那遊戲好奇好奇有什麼 它混集了派對的元素 摸手仔的元素 推理的元素 基本上你就算不是一個Gamer 一個普通的玩家 你也可以裝進去玩 玩得很開心 而裡面的故事也有五十幾個 我相信是很難玩得完 但我會建議大家 下載一個apps來玩 因為apps可以告訴你 哪些玩過 哪些沒玩過的故事 那你就不用每次抽完 然後發現 有個apps幫你記錄 就會比較好 我不知道他接下來會不會更新 更新的故事 所以大家也可以 繼續看那個apps 看看他有沒有更新 這隻就是我第三位的 靈能偵探 Paranormal Detective 而我第二位那隻 是一隻 不是一隻正統的board game 如果大家有 有跟開我的Facebook 或者IG 其實你們都會知道 我很喜歡玩D&D 我很迷 D&D 我很想做Dungeon Master 就是一隻RPG遊戲的MC 有些新朋友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D&D D&D是一個RPG遊戲 遊戲就是由一個DM 就是我 Dungeon Master 去帶領大家 以口述的方法 去介紹你 你在周圍是怎樣 有些叢林 然後玩家就透過描述 自己想做什麼 給D&D後 D&D就會判斷那個難度 然後叫那個玩家 摘相對的色素 在D&D的實覺裏 只要你摘到色素 你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而難度就是由D&D去控制 例如玩家想跳過懸崖 D&D就平衡故事 懸崖之間的距離 與玩家的體力 究竟跳過一個 去決定他要摘幾次 然後只要玩家摘到某特定色素 例如他可能要摘到10 才能做到的 如果玩家真的摘到10以上的色素 那就要判定到玩家做到 而且這個遊戲可以無限擴充 即是可以不斷去作故事 令那些角色不斷去進展 去升等級 讓他的角色成長 你很有那種 好像臭大一個兒子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D&D 而龍打物語是其中一個機制 它是由日本那邊去研發的 它的機制比較簡單 對比外國那邊的D&D 它少了很多不同的規限 很多種族裡面 不會有特別多的變化 但相對地 對於新秀來說 比較容易 catch up 另外 它也很日系的感覺 無論是畫風也好 那個玩法也好 都會比較濃縮一點 而且是偏容易被玩家接受到的 至少你不用看十幾個小時 去玩一部D&D 如果大家是一些戰鬥向的玩家 龍打物語可能未必適合你 因為龍打物語的機制 其實是想大家去玩多一些劇情 對話 它會更快 這個黑Solo的呼喚 Core of the Cthulhu 大家可能會想查多一些案 又或者是一個情人 而另一個特色就是 Dungeon Master 是可以玩這個遊戲的 它不只是一個MC 那麼簡單 這個遊戲機制裡面 叫龍人 龍人是DM 而這個龍人 這個角色 其實你可以帶著這個身份 去另一團去玩 又或者在帶團的時候 以這個身份 進入別人的團去玩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機制 就令到DMA 不只是單單是一個MC 它亦同樣是一個玩家 它可以跟玩家做互動 它不再需要把一個NPC 可以真正做回自己 那麼不同的龍人 又有不同的特性 只要加入一團的時候 你問龍人是甚麼顏色 你就知道他們的團 是大概玩些甚麼 如果它是黑龍人的話 可能是一些玩復仇 陰險的東西 如果是藍色 可能是玩友情 愛情 那樣的 Adventure 可能是綠色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玩DNAD 又想入坑的話 其實龍打物語可能會很適合你 所以我放到第二位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 很好的一門 而且它還有繁體中文版 它的簡體版其實已經推出了很久 所以大家有興趣就看看 這隻就是我第二位的龍打物語 好 到最後 就是我2020年最喜歡的那隻BRADS 白鳴漢繁體豪華中文版 它其實已經是世界第三 我也是因為排名 所以買回來想試試 誰知道 這隻很棒 其實它是一個精氣時代的背景 玩家是不同的廠商或運輸商 玩家可以選擇建造一些建築 例如建一個廠商 棉花廠 那我就生產棉花 那生產棉花的時候 又需要一些煤去發電 其他玩家又可以做這個煤的供應者 去到沒有煤的時候 有機會可能又需要用鐵 因為在工廠製造機械的時候 可能需要鐵的時候 另外一家又可能是負責做這個生產商 大家一定會互相看著對方 你做的事情 好 我幫你做企業 去從意謀取它的分數 這個遊戲唯一的運氣成份 就是玩家一開始的手牌 就斷定到你可以在哪個地區建廠 有些地區交通會方便一些 容易拿到物料 有些地區會偏遠一些 但可能賣出來的時候 那個獎勵會多些 分數會多些 玩家就要開始想 究竟我推薦在哪裡呢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有兩個版本 而百明漢這個版本 是分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結束的時候 你本身建造的路 就全部被人拆掉了 然後在第二個回合裡面 你會再重新部署 遊戲好玩就是 你第一個回合部署 只要你放了些低級的建築 那你的廠就不用被人淘汰了 因為你在科技上已經是進化到 它不可以沒有你 這個社會 在遊戲前半段 玩家就好像跳著cha-cha 大家我走一步 你退一步 看看大家會做些什麼 會發展些什麼 去到後半段 就是真正搶分的時候 究竟誰的錢多些呢 究竟誰的地理位置好些呢 而這個遊戲呢 其實是玩家互相制衡的 例如你看到 有一家在做棉花廠 你給了些煤給他 那好吧 旁邊在做運輸廠 你就要給些鐵 而玩家互相制衡的方法 就是 可能我順便 偷了你的資源 讓你沒那麼順暢 但我又能益到自己 玩家經常都要看到對方 究竟做那個move去哪裡 他們的進程去哪裡 有時候可能就收拾了自己的棉花廠 可以突然刷入運輸行列 讓你沒那麼好過 也有機會的 遊戲很千變萬發 我玩了十多次都覺得 還有些東西可以玩一下 試一下 是一個很划算的遊戲 都難怪他在BGG裡面 爬過了火星 因為玩家互動是非常明顯 而且很有趣 這就是我今年覺得 十大最好玩的Bot Game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好玩的遊戲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了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如果你記得這影片 記得喜歡這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我的Bot Game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下集再見 拜拜